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很有乐趣 中文名字叫什么 中文名字 不认识的鱼还是可以试试 鱼滩曾老板介绍过很多不错食材给黄庆德 像是这个走地鸡 那你们是帮他找的 对啊 对啊 这个市场买不到 因为我不是卖自己的 鱼滩的跨界演出出自身为主人的热情 台湾乡下好东西不少 希望来自异乡的黄庆德不要错过 因为我回去有照相 要给阿德看 不只看照片 只要市场有开 黄庆德就会来看看买买 一下子累积好几大袋 偏偏鱼滩老板跟他要的东西 黄庆德忘了 你又没带来 阿姨这边再准备给他 对啊 对啊 我说要异定啦 没有位置坐啦 哪有 真的啊 原来不只介绍食材 鱼滩老板夫妻也常把黄庆德的小店 介绍给摊上客人 最好要定位的小餐馆 在一条几近小街上 座位不多 黄庆德说 不错的是还可以有这么个空间 让他每天自己做面条 手工做的吃起来一定会不一样 其实每一天我们做的面 都有一点会不一样 因为温度湿度 每天都会不太一样 黄庆德的烹调资历从国小开始 因为爸爸妈妈都要出去工作 对啊 所以就通常午餐就是我自己做 不过家里的观念传统 不认为男生该在厨房酒呆 所以黄庆德18岁 跟着爸妈从香港移民加拿大 然后在美国念大学工作 都跟电脑工程相关 有可能就是那时候 令到我就是 譬如说你要debuck一些东西 你的软体 你要发生有些问题 然后你要debuck的时候 然后就会令到自己要可以说看 看得仔细一点 对 而且是每一步都讲究 揉好黄庆庆面团松一下面筋 黄庆德又是一番汗流浃背 原来这面团要用来做意大利角 得要改得比较薄 等到可以挤上南瓜线 压压压压 将近一个小时就这样九个饺子 还不到两份 黄庆德说还好啦 也有比较快的 所以看到它的表面 其实还蛮粗糙的 所以比如说师傅这样记得 它会比较容易 刚压出的面条热乎乎散着麦香 黄庆德细心铺排整理 看来极沉稳的这么个人 八年前可让家人吓一大跳 三十而立 他却越来越觉得 电脑工程并不是自己的兴趣 质疑自己立错了眼 而且因为那时候的话 就是生活太安稳 对 然后就想 那以后 以后我是不是就喜欢这种生活 对 就是上班工作下班 然后休息 然后我觉得 就是应该 应该有别的东西我可以做 那是对黄庆德的转行念头 爸妈兄姐甚至连就业顾问 都岂岂以为不可 相对的赞成声音虽少 有一个却很重要 是黄庆德当时的女友 现在的太太 他就是觉得 可能现在很难走 或者是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直走就好了 一直走 你一定会有一天 会达成你的理想 对 所以就是觉得 也对 如果你没有走过这一步的话 其实你永远都是 永远都是看而已 对 而黄庆德是够那个毅力的 不然没办法跟在台湾当老师的女友 远距离恋爱谈那么多年 对啊 你有介绍吗还是 没有就是 就很奇妙地在网络上应试 对啊 对啊 然后来就 对啊 后来就聊天 然后就过来找他 说来黄庆德生命中有不少刚好 结果真的很好 他说来台湾后发现台湾好食材不少 是开餐厅的好地方 而当初为了开餐厅去上厨艺学校 去餐厅打工 也就刚好让他认识好同学好同事 带他进多伦多一家知名披萨餐厅 然后碰上好意大利师傅 打下他注重食材 注重菜肴渊源的基础 例如这个西拐面 它是一个很经典的罗马菜 然后他们都会用这种面条 用单的这种面条 然后就可以用培根跟番茄做的时候 然后有可能就是因为它的酸 都是比较 就是番茄的比例比较多 所以有可能就是特别把酱 当场就示范一下 大块大块培根先翻炒出香味 加碎洋葱 蒜泥 辣椒碎粒 白酒 番茄酱可也是主角之一 要讲究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DOP 印证的这个Semoceno番茄 然后大家加钱的话 比一般的番茄的酥 贵三倍 接下来新鲜面条不必煮太久 跟酱汁混合均匀 速速搅甩 撒一把洋乐起司上桌 好酱汁果然番茄滋味浓郁而不腻 面条则饱满Q弹不死硬 黄庆德自己压面的功夫没白花 只是小餐馆里自制面条不止一两种 每天这样做很累吧 黄庆德笑说 习惯了 以前在餐馆休业时就是这样 我记得有时就是半夜四五点 突然醒来 然后就才就觉得肚子很饿 饿到要醒来 然后就才记得就是前一天 根本没有吃过东西 因为脑子里想的只有如何一步 互相梦想靠近吧 然后我刚开店的时候 然后有时间你就是回到家 然后就吃了馒头 然后可是就太累 然后还没有吞下去就睡着 醒来之后馒头还在嘴巴里面 身体的累不是困扰 一定让黄庆德真有些担心的是 在安静小节的小店 会有人注意到吗 我记得就是刚开店的时候 就有一位员工然后跟他一起 就有一个朋友然后跟他一起 就是整理这家店等等的 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有怀疑过 然后就问他 你觉得我们会成功吗 然后他说一定的 是因为看过黄庆德 做事的仔细认真 品尝过他的手艺 所以对他有信心吧 我们猜黄庆德的太太也是这样 他没有跟你说 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吃 一定会成功的 他没有这么直接 客人反应就直接了 一般上班日的中午刚开始营业 已经做了好几座客人 谢谢 每个都很好 对啊 还是我先帮你点玉米笋 然后面的话你先看一下 好 上来一下 黄庆德的玉米笋是用烤的 意大利就是有烤蔬菜 有烤蔬菜 他们就很简单 就是烤一下 然后用橄榄油啊 盐啊 柠檬啊 等等去调味 那我们这边的玉米笋 它的品质也非常高 所以我就这样去做 不过所谓简单烤一下 烘烤之后还要进烤箱门 有没有人说过你的龟毛啊 什么的 不知道龟毛 我知道 我知道 没有人直接讲了 可是因为感受到他们 可能就觉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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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这样问 因为我们发现 好几次黄庆德嘴里 说简单简单 结果一点也不简单 来看完这一道 一般用番茄 起司 罗乐叶 片片香夹的沙拉 黄庆德还先把番茄油炸一下 再加上优质生菜 以及自制酸辣酱料 层层叠叠叠之后 撒的盐 淋的油 都很有来头 这个是 一个就是 威尼西附近的地区的海盐 然后这一款海盐的话 它有 这个海盐有700年的历史 橄榄油的话 它是西西里岛的橄榄油 然后它吃起来的话 它有一种很浓郁的番茄的味道 然后这款帮它 又拿到2014年 一个很指标性的 一个橄榄油比赛的冠军 我觉得就是 如果要吃的话 我觉得就是要吃 我们能够 能够负担的 然后做最好的食材 客人吃得出来 客人吃得出来 这道黑豚蓝菜麻花面 黄庆德介绍是南意的家常料理 当然一般家庭应该不会像他这样 还多一道把芥蓝菜烤香的功夫 黄庆德说 据那些农场拜访过 应该就能了解吧 不管是猪肉 还是生菜等各项食材 都是农友的心血结晶 怎能不用诚心诚意来对待 而且好食材也能激发灵感 我其实很喜欢它的概念 就是用猪尾草跟fushito结合 然后再配一个肉 本来在意大利是用小牛肉的 黄庆德发现 六白猪的鲤鲤盘也有类似质地 于是就把这道 有着有趣名字的菜鸟搬来台湾 因为小小饭很好吃 所以就一直去 好像跳进嘴里边结果 所以就当菜的话 就跳进嘴里 黄庆德的台湾板跳进嘴里 可就大大快很有气魄了 经过煎 烤 然后烧得层层处理 鲤肢脂肪又香就Q 丰富肉汁则藏在粉嫩肉块里 随着每一次取胶蹦出 真的像在嘴里跳跃 希望客人就是记得 就是那一刻我们跟客人 或者是跟朋友家人用餐的那个回忆 所以我觉得就是体力上真的是很累 然后可是就是我知道我现在做的是蛮有满足感 后来知道黄庆德这间小店 意大利文店名就是小的意思 不光是指店面小位置少 希望就是我们能够提醒自己就是从微小的地方去看 对 然后希望细节上 小小的东西都能够注意得到 这是黄庆德走过几个国家 经过几个工作磨练出的体悟 小时不轻忽 功夫做到足 这样的诚意自然会在每天的餐盘里具体呈现 欢迎回到台湾是我家 接下来我们这位新著名主角也是个 要煮意大利面就要从自己揉面团 压面条开始做起的大厨 他来自西班牙 有那个环境孕育出来的浪漫热情 不过等一下你也可以看到 他对于食材料理求真求好的热情 一点都不随心 这很热情的人 其实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不会讲中文的 是 那时候我也不太会讲英文 就是首饰什么什么 然后他的个性 个性 有脾气 不够很热情的 对对对 然后也有人情 做一个 对 好 法国出生 西班牙长大 Paco也常常忘了自己是外国人 你先炒你的鸡肉 你会有那个肉的香味出来 你最好不要鸡肉是用刀当煮 那是会跟水煮的样的感情 来自家的美食 总让人不自主的感情激动 我这个西上海鲜饭是 我学的第一道菜 因为我在西班牙长大 我中小就 在我中很小就学 所以是吃 多吃得很有兴趣 但是我记得这个是在 我朋友妈妈的家 他们就是做这个料理 就已经很小了 所以后来是这个 我要开始练习 开始做 那这个一直从小到现在 我每一年会去 会看我们家 他们要 你要帮我做一个 我们家里是有大的锅 他们一定要求 你要帮我们做一个 所以我这个做的可能500次 所以当然这个对我来说是 算是我做了最多次的一个菜 就是这样澎湃的海鲜饭 让Paco爱上料理 他自己也当过厨师 开过餐厅 但他做菜的初衷 还是为了快乐 你要做菜 不是为了你的自己 就是你如果你 你要给别人 你是 这是我最大的 我看到有人吃 他们就很开心 当然是个最 最感动的地方 Chef想要做好的东西 老板要省钱 所以我还是把它 我在中间的话 就有一点难决定 我的意思是说 你还是先把Chef的概念 菜的瓶子 不要去小吃你的料 你我们用很 比一半那米的贵五倍 So what 没有关系 但是你把这个架上去就好了 对 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 所以还是Chef是会赢的 所以我开餐厅的时候 我没有赚钱 所以Paco最后 只能当自己的老板 还有还有 好朋友开西班牙餐厅 Paco是顾问 餐厅里的菜单 出自Paco提供的食谱 他们已经弄得很破破烂烂的 代表他们有在用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比较不一样的方面是说 可能会比较愿意跟 可能会比较愿意跟一起做事的食谱 去研究某一个东西 就是说 今天不管是 Recipe上面 还是说 做的流程上面 他们会比较愿意去跟你讨论一下说 怎么样改 或是我们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对 比较常识 比较多互动 我们讲完我们就一定有好 太水 其实应该一开始就是 就是软粒 就是软粒 对 其实尾声的 最基本是 个人的尾声 就是利 你要干净嘛 衣服鞋子都要穿啊 帽子啊 那要杀菌啊 什么都要 所以我让他会觉得 尾声是一个 一个 基本要 其实这个 你会不会做面 目前一开始不是重要 员工也要有办法接受这个环境 因为 你啊 你整天说换衣服 手套 这个就没有 没有那么舒服 工厂有员工 但Paco总是来盯场 鱼里面粉 其实它的非常非常细 非常细 就会有柔软度 所以这个 这个色盒 啊 再来我们就会加 我们的新鲜的蛋 哦 然后一点点水量 一点点油 这会帮助他 搅拌的这个动作 这个你只能去看 只能有一点经验 看它需要多少 太干的话 当然你的面条会 会断掉了 太湿的话 太湿水会黏涼 要做新鲜的意大利面 最大难题就是保存 有效期只有三天 因为新鲜的面 最重要是它的味道 更干的是不一样 所以 所以 就是想要做不一样的东西 我没有担心不好走的路啊 嗯 那个 如果你要走 好走的路啊 那无聊啊 跟别人不一样 Paco坚持走不好走的路 代价是原料 人力成本 都高得吓人 这个东西 没有人做过 没有人 没有有 有试过这个东西 你就贬是第一 你第一个把这个东西 那对我来说 其实这个不是 全世界里面 发明的东西 所以 我也不是说我 我多厉害 但是是说 接受度不高 没关系 就慢慢做 那至少有一个 一个新的想法 你会觉得 给人家台湾给 给大家试试看 所以 不会特别担心 你不要去因为 你做生压 没有通路 或是 没有市场 市场 市场会来啊 你做新鲜的面 你就 慢慢会有人有兴趣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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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 对Paco有兴趣的 是一群热爱厨艺的台湾人 好 我们要做两个面团 一个原味的是鸡蛋的 一个 我们要做墨鱼的 老师如果这个 一开始就用机器呢 你 你 因为机器的问题是 你可能会加太多面粉了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 我们要揉的时候 要过机器 那个要软 今天的课程是交做意大利面 宽扁面 源自意大利北方 大多是妈妈们在家里 手工揉的面团 最适合做宽扁面 千层面 饺子皮 我来的时候 二十年前 大家会觉得 噢 这个面太硬了 他觉得噢 这个Spaghetti硬了 噢 意大利面不好吃 现在如果你没有做硬 就被骂了 为什么那面不硬 我现在是 新鲜的面就不硬啊 新鲜的面是软 这个是软的嘛 这个是面会 它没有那个 像Spaghetti的那个 硬硬的那个Q度 这种也酱子也酱不一样啊 这种你不 你适合是比较 哪一类的酱啊 像这个新鲜的蛋啊 它只能有一个香味 就是干渣的美容啊 因为我们这个 这么辛苦的做这个面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香味 新鲜的面条 还保留着蛋香味 煮好后 只需要拌入酱料 就能轻易入味 这也是Paco认为 他的小工厂 应该坚持走的路 果然市场真的浮现了 Paco的新鲜面条 急速冷冻 延长了保存寿命 不但走出工厂 走进了知名卖场 进了飞机头等舱 还进了摄影棚 糖果老师 Model 在摄影棚里很自在 但Paco最大的热情 还是在厨艺领域 最重要的是你要 你要做 你爱做的事情 那个是第一 这本食谱 是Paco的心血结晶 100种意大利面做法 还有面团 酱料 都有Paco的创意 你在你换 你做喜欢的工作 里面 你就会想到很多不一样的 你会想很多 所以 我还是这样的 就把一样的资金 现在就变成 我要出这本书是 有一点 它有点 怎么说 很丰富的 那你会看里面的东西 会很复杂 希望这样的会 大家会觉得 那可以用你的角度去看 一样的 像一大一亮 我现在已经 台湾是我家了 我当然是 看起来是一个外国人 但是我每天做的事情 就是跟大家也是一样 我也看台湾的新闻 我也会看这些 我还是会看国外的 因为两边都看 就是没有 那是有时候我自己会忘记 我自己 因为我 我当时去看 去跟人家聊天 他们就一看了 我就吓到 那就回头说 对你是外国人 对食物的了解和尊重 再加一点热情与创意 法国厨艺家在台湾 找到认同他的舞台 让他能继续在厨艺世界里 发挥冒险精神 认识我们的食物 是养成品味的第一步 今天我们两位主角都身体力行 对于饮食渐渐素食化的我们 其实是很好的提醒 也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